吃蛇就像吃辣条 眼镜蛇也害怕的生物到底是什么 眼镜蛇是人们一直都恐惧的存在 它们身怀剧毒 只要轻轻咬人一口 就能置人于死地 可是有这样一种动物 它把眼镜蛇当成下酒菜来吃 这种动物就是蛇鳩 蛇鳩是一种什么生物呢 蛇鳩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南部大陆的一种陆七猛亲 蛇鳩看起来高贵而优雅 它体长可以达到1.5米 它有着一双人人都羡慕的大长腿 可以达到身高的三分之二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脖子以下诠释腿 除此之外 蛇鳩的颜色搭配也是刚刚好 它的头部 脖子和背部的羽毛都是高级奶奶灰 而翅膀和尾巴的颜色 却是高贵的黑色 再加上胸前的一点白毛的点缀 就像是穿着了一件经典的潮流大衣 它都有着长长的睫毛和大大的眼睛 眼睛周围还有一圈橘红色的眼影 最特别的就是在脑袋上 那十几根竖起来的乌黑的羽毛 这让人们总是想起 欧洲超血员夹在耳朵上的羽毛饼 于是人们也叫它们秘书鸟 不得不说 颜值高就是好 蛇鳩因为长得好看 深受人们喜爱 蛇鳩在非洲各国的地位都非常高 大约有三十个国家的邮票 都有它们的身影 蛇鳩不仅长得好看 战斗力也超群 就和它们的名字一样 蛇鳩是专吃毒蛇的好手 那么它是怎么捕蛇的呢 吃蛇就像吃辣条 蛇鳩究竟有什么法宝克制眼镜蛇 在非洲大草原上 为了生存 各种生物都进化出了自己独特的绝招 眼镜王蛇也不例外 它们进化出了强力毒液用来捕猎和仿身 但这对于蛇鳩来说却毫无作用 蛇鳩与平头哥不同 蛇鳩并不能像平头哥一样分解蛇毒 所以只能用战术来杀死眼镜王蛇 蛇鳩一双大长腿可以让它们站在高处 观察眼镜王蛇的一举一动 它们会通过灵巧的走位躲避毒蛇的攻击 并且用腿不断骚扰眼镜王蛇 从而消耗它们的体力 蛇鳩的腿看上又细又长 好像没什么杀伤力 但有研究表明 蛇鳩的每一脚都可踢出20公斤的力道 如果是下踢力量会更大 这对蛇的杀伤力很大 等到蛇被踢晕的时候 蛇鳩会上前终结它们的痛苦 有人会问 蛇鳩踢蛇 眼镜王蛇就不会咬它吗 眼镜王蛇引以为傲的毒牙和毒液 在面临蛇鳩是完全派不上用场 蛇鳩的腿很长 眼镜王蛇虽然凶了 但是攻击不到蛇鳩的身体部分 所以只能攻击蛇鳩的腿和脚 蛇鳩的腿和脚长着一层厚厚的鳞片 眼镜王蛇的毒液根本刺不穿这些鳞片 只能任由蛇鳩摆布 那打不过总能跑吧 蛇鳩虽然是一种陆七猛禽 但是并不代表它们不会飞 蛇鳩是一种极其善于飞行的生物 它们的飞行速度可达到150公里 所以眼镜王蛇遇到蛇鳩后是必死无疑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能把蛇当辣条吃 这些生物有多么蛇就能够轻易地杀死毒蛇 但是对于蛇鳩来说 毒蛇终究只能算作一种灵石 但草原上是有一群专门以毒蛇为猎物的生物 比如平头哥 平头哥的真名字叫蜜欢 之所以叫它平头哥 是因为蜜欢通铁黑色 偏偏背上有一层白色的毛 这层白色的毛从头部一直延伸到尾巴 从正面看 蜜欢好似一个留着寸头的江湖混混 而且蜜欢本身也是人如其名 它们不仅胆子大 谁都敢攻击 而且复仇心极强 非常难缠 平头哥吃毒蛇是一点都不含糊 由于自己的莽夫性格 平头哥捕食毒蛇都是正面硬刚 在捕食过程中 难免会被咬上几口 但是平头哥却进化出了独特的身体机制 毒蛇的毒液进入平头哥体内后会被逐渐分解 所以毒蛇在面临平头哥的时候 也很难逃生 有同样防御机制的还有蛇猛 蛇猛就像是大号的老鼠 身体细长 长得贼头熟脑 但是它确实比平头哥还猛的生物 蛇猛的抗毒性比平头哥还厉害 在蛇猛眼里 毒蛇的毒液就是一种补充营养的蛋白质 除此之外 蛇猛表皮的毛发又长又硬 毒蛇的毒牙很难刺到蛇猛的皮肤 蛇猛的捕猎方式与蛇就类似 它们十分灵活 会不断地挑衅让毒蛇频繁攻击 等到毒蛇体力耗尽后 再去给出致命一击 那么你觉得哪种动物的捕猎方式更胜一筹呢 继续